记者张宣哲台中报道 又传爆胎意外 蔡信男子驾车 今日上午行经国道1号北上外侧车道 车过后里交流道后 车轮爆胎 整台车失控翻覆 撞到路边护栏后起火燃烧 索性蔡南与另两名乘客三人旋即爬出车外 并未遭火事波及 送一包扎邪无打碍 国道泰安分队指出 30岁蔡南架驶一辆小货车 载着23岁流姓男友人与25岁旅姓女子 在北上后里路段翻覆 车子翻车后起火 台中市消防局接获通报后 调派后里及神钢两消防分队 消防车及救护车赶到现场 将及时逃脱的三人送往 为福布封园医院救治 警消以泡沫喷洒 初步将火事扑灭 但仍有残火燃烧 国道请泰安分队 请吊车将小货车吊起 消防人员继续喷洒泡沫后 最后将雨火扑灭 泰安分队说 因货车烧成废铁 轮胎全都烧毁 需进一步见识 才能厘清是哪个轮胎爆胎 另外车辆翻覆在外侧车道 并没有影响到北上车流 封园医院指出 蔡南左膝左脸 左肩擦伤 女女右手 左脸 双脚擦伤 二人经包扎医治已出院 刘南右膝左膝左怀擦伤 但因颈部及双手痛麻 住院观察